帮恐龙刷牙咯 怎么刷才正确呢 潜移默化下 小朋友妹人 现在都很懂刷牙 我有学到要刷牙 因为我以前刷牙的时候 才刷一下下就刷我 现在呢 现在我听到了这句话 我就觉得我要练习刷 卖一队 让我学会保护牙齿 真的很多东西 在这里可以试一下 它怎么刷牙 还有还有 躺在诊疗台上的恐龙要看牙 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牙医 诊疗室变为有趣的口味教室 议长童子伟 很感谢师父与牙医师工会的协助 真的翻转小朋友 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我们从小就可以认识 这个保护牙齿的动作 以后老了就不会缺牙 我想非常感谢这样子用心的活动 让我们每一间幼稚园都有机会 来这个到诊所实际 让我们小朋友的体验 以后就不会害怕看牙 像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看牙齿 我想我们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牙医师工会的能量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跟协助 那也特别谢谢教育处的用心 常年与牙医师工会合作的教育处 今年大突破 推出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出体验计划 我们是以全年性的活动 在今年3到12月间 会有接近30场的活动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 亲自来到牙医师诊所 来做一个解牙的体验 然后增加他们护牙的知识 那我们今年预计 30场会有600位以上的小朋友 在今年能够做体验 我们更期待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在毕业之前 都能有这样的体验 期待就是金融的小朋友 未来每一个都牙齿健康 好好壮壮 让他们能够从小就保护牙齿 老来就不缺牙 那我们金融市牙医工会 全力的配合 教育处的这一项活动 真的是全力配合 布立医院牙医科主任蔡宛如 新龙牙医诊所林新娘 及成敏牙医诊所林建宏 三位医生 发挥创意 运用绘本 道具模型 桌游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宣导幼儿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 你又看牙齿会不会害怕 不会 好每天要用什么牙包刷牙 看牙齿 那浓度要多少 一些 哎呀 除了牙刷还要用一脚的什么 牙屑 牙屑很棒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透过创新的计划 让更多的小朋友重视口腔保健 长大后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小小牙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那它是一口健康的 这一口健康的 我建议是一口健康的